哈喽大家好,我是安征铭,欢迎回到读书时间 前段时间我读了一些进化心理学相关的书 比如《落源》、《自私的基因》、《上帝的错觉》、《欲望的演化》等等 我还专门做视频给大家讲解过《落源》和《上帝的错觉》 虽然这些书标榜的都是科学、都是真理 但是呢,却让我看得非常不爽 我的感受就像微信读书上《欲望的演化》那本书下本一个书评说的那样 艺术、文学等各种人文学科的发展带领我们人类脱离本能的尼闹 告诉我们人类有别于动物 拥有人类独有的意识、自由意志以及对爱与美的追求 但一股新兴的科学思潮却又在试图把我们拉回这些黑暗的尼闹 它试图告诉我们人的一切心理和行为完全是由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本能决定的 人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用生存和繁衍两种源头解释 人类只是基因的一种表现形态 人类思考、创造、审美 其实都是基于生存和繁衍的压力演化出的动物行为 没错,这些权威科学家写的书 都是在列举大量的事实和论据来论证这些令人沮丧的观点 在之前讲裸原的那期视频里 我把这股思潮定义为反人文主义 在那期视频下面的评论区里 我看到很多小伙伴都对我表示反对 指责我污蔑他们的学术偶像 但是反对无效 因为反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就是我发明的 我定义的 所以我说谁是谁就是 开个玩笑哈 反人文主义这个词确实有待商榷 但是我们姑且先这么定义它了 而看过我之前节目的小伙伴想必已经发现了 反人文主义的观点啊 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 那就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 于是问题来了 自然选择进化论真就与人文主义水火不容吗 相信进化论的观点 就必须要承认 人类只是基因制造出来的一台生物算法机器吗 相信进化论的观点 就必须承认人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人类的智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就必须承认人类不是自己的主人 没有自由意志吗 对于人类智力人类意识的起源 自然科学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解释吗 我就觉得自然科学的解释明明烂透了 但是呢还摆出一幅 我就是真理 信我得永生的姿态 真的让人觉得非常不爽 但是我最近又读了一本书 读完之后心情大好 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 人类存在的意义 单看书名里的意义两个字 就可以肯定 这一定是一本人文主义立场的著作了 所以估计绝大多数小伙伴都会以为 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一个哲学家呀 历史学家呀 社会学家之类的 但是呢 这本书的作者 其实跟那个理查德道金斯一样 是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 生物学领域的权威专家 他以对生态学 演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研究而著名 他对具有社会性的动物格外痴迷 尤其是蚂蚁 对社会性动物的研究 使他能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 看待人类的社会性 他就是美国昆虫学家 博物学家和生物学家 爱德华威尔逊 很多人称他是社会生物学之父 和当代达尔文 和理查德道金斯一样 爱德华威尔逊也是一位 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忠实信仰者 他也认为 无论是浩瀚宇宙 还是人类社会 社会现状都是社会进化的结果 但同时呢 他却在思考 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融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他在思考 如何在不违反 自然科学原则的基础上 给我们的世界 一个符合人文主义的解释 就像他在书中说的那样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两大分支能否统一呢 人文科学 又是否乐意接受自然科学 使它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呢 或者我们能否通过 人为的帮助促成这一结果呢 如果科幻小说不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 符合科学原理的 多彩的新世界 独立个体 对虚幻世界的无限想象 被世间众人 对现实世界的真实描述取代 又会如何呢 或许 诗人和视觉艺术家 将超越寻常世界的所见所闻 去探寻那些 无人知晓的新大陆 去寻找世界未知的维度 深度和意义 那接下来 就让我们跟随 爱德华威尔逊的脚步 一起去寻找 人类存在的意义吧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 爱德华威尔逊 自然也是 达尔文进化论的忠实拥顿 他也认为 人类的很多行为 其实都可以用 达尔文的 自然选择进化论来解释 比如 他就在书里 用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原理 解释了人类罪恶和道德的起源 自然选择进化论 分为个体选择理论 和群体选择理论 个体选择理论认为 在同一群体中 个体之间的竞争 促进了自然选择的发生 而群体选择理论则认为 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 才是推动自然选择的主要力量 群体的选择力量 促进了利他主义的产生 加强了群体内所有成员的合作 在群体中 成员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了群体内道德 对群体保持着强烈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简而言之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的竞争关系 可以这样表述 在群体内部 自私的个体战胜了利他的个体 但是在群体之间呢 利他的群体打败了自私的群体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个体选择自身罪恶 而群体选择孕育美德 不得不说 自然选择进化论 对于道德和罪恶起源的解释 确实在逻辑上很有说服力 比宗教宣称的 道德是上帝的启示 罪恶是魔鬼的诱惑 逻辑上要靠谱多了 或许正因为这样 自私的基因和上帝的错觉的作者 理查德·道金斯就认为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 就是我们人类的终极法宝 能解决一切不可能解决这问题 能解释生命的全部 所以对于宇宙 对于生命 对于自然 对于历史 对于宗教 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人文学科的解释 全都用自然选择进化论来解释 就足够了 但爱德华威尔逊 却不这么认为 他就觉得呀 如果我们完全听从于 在个体选择中 产生的本能的驱使 那我们的社会将会是一个 完全分崩离析的社会 而反之 如果我们完全屈从于 在群体选择中产生的本能 那我们将变成 有着天使般善良的机器人 或者特大号的蚂蚁 完全失去了人类的特质 他在研究动物的时候发现 动物的社会 其实就是这两种状态 要么就是完全分崩离析的 只能以家族为单位 一撮一撮聚在一起 没有大规模的分工协作 要么就是像蚂蚁那种 有大规模的分工协作 但是每个个体都像机器一样运转 唯独没有像人类一样的社会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在动物本能所制造的矛盾 和冲突中找到了平衡 因为人类找到了与我们天生的内心骚动 和谐相处的方式 甚至将它看作人类创造力的最初源泉 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愉悦 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 人类是自己的主人 人类的智力是超越生物本能的吗 当然了 进化论原教旨主义者可以说 人类的智力也是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 所以我们可以反推 人类利用自己的智力 去遏制一些生理本能 去试图调和内心的冲突 也是为了生存和繁衍这个目的 但假如人类的智力 就是为了生存和繁衍才演化出来的 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 都是为了实现生存和繁衍这个目的 那为什么其他一切生物 都没有演化出人类的智力呢 那么多生物都在自然界中生生不息 如果只是为了生存和繁衍 根本就没必要演化出人类级别的智力 不是吗 而且相信很多人都感受得出来 人类现在已经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所以人类的智力真的有利于 这个种群的生存和繁衍吗 我觉得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以和把人类定义成裸原的 德斯蒙德莫里斯 以及认为人类只是基因奴隶的 理查德·道金斯正好相反 越是研究动物 尤其是社会性动物 爱德华威尔逊对人类的特殊性 就越是深信不疑 人类比起动物绝对是有更多的可能性的 所以理应走得更远 探索生存和繁衍以外的更广阔的空间 而人文学科其实就是人类智力 在更广阔的空间上探索的宝贵结晶 就像他在书中说的那样 人类的独特性体现在很多方面 从哲学、法律到历史、艺术创作 所有这些都是对人类独特性的描述 说明了人类在无止境的历史进程中的进化和发展 尽管人类的独特性以基因为基础 细节极其精致 但他们并没有解释 为什么我们会拥有这些特性 而不是其他特性 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其他物种 爱德华威尔逊虽然肯定人类的独特性 但他也并不认为人类的智力 是什么超自然力量的产物 他是坚决反对神创论的 他也认为人类的智力 只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偶然 是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他也不否认人类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受到本能的支配的 而且人类的本能和动物的本能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他也承认人类的很多天性 人类的很多行为 就是受本能控制 受基因控制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就比如人类天生就喜欢八卦 因为八卦是我们学习和构建 自身社交网络的方式 又比如小孩天生爱好音乐 因为音乐是一种让不同的人获得共鸣 提升人类情绪体验的手段 但是我们对别人的生活充满好奇时 却对动物的生活值之甚少 因为动物的生活无关我们的社交 我们从小喜欢音乐 但是呢 对数学的兴趣 却总是发生在长大很久之后 因为人类演化初期是用不到数学的 所以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出 只有与自然选择相关的事物 才能成为人类本能的喜好 但人类依旧是非常特殊的物种 因为我们的自我意志 是可以战胜动物的本能的 我们的人类形成了 与任何其他一个物种都不同的社会 就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人类绝对不仅仅是基因的载体 绝对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和繁衍而存在的 人类的存在绝对有其特殊的意义 那么人类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作者认为 人类从原始生物开始进化 一路经过了远古时期 有历史记载的时期 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种进化历程本身 就是一部宏伟壮阔的史诗 也就是说 人类本身就已经是一件伟大的作品了 仅这一点就已经让人类的存在 具备了充足的意义 另外作者认为 因为上帝并不存在 因为我们是进化的偶然产物 没有被赋予任何命运和任何目的 所以我们是完全自由的 我们可以自己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物种 也许就像尤阿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预言的那样 人类会给自己改造升级 从智人变成智神吧 谁知道呢 或许 人类存在的意义就在于 人类可以创造自己存在的意义吧 那关于这本书我们就先聊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 对于这本书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分享出来 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阅读丰富人生 我是安征鸣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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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